我跟 那個是畜熊介紹以後我去看 哇 真太有趣喔 因為我自己以前是很喜歡的 我以前在我中二的時候 對 中二的時候 我以前是那種 你知道會會 因為 因為我有一點 我跟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 在我很小的時候 就是 就是同學大家都有第四台的時候 我家是沒有第四台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從MTV台 可以看到這些外國的MV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些嘻哈歌手唱的歌 還有配合影片 對不對 我是沒有辦法的 我是沒有這些影像 所以我只有聲音 所以我只能看這個CD的封面上面 他們的穿主 哇身上有掛很多這種鏈條 不見你講 項鍊 金項鍊 什麼 鏈套 然後衣服都穿得非常寬鬆啊 這些黑人都要這樣 然後手還會比一些姿勢 例如說West Side 那個西岸的 他們就還要比W這樣 然後這樣 就是 就是然後看他們走路的姿勢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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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CD的封面裡面 也會拍他們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 就覺得 他們褲子就要拉得很低 我就要學他們 以前是很重要 就學他們 走路要一副那種 屌浪蕩的那種 那種 有點節奏感的走路 然後褲子要拉得很低 然後內褲跑出來一半 這樣子 為什麼 我就是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 這樣子明明就很不舒服 欸 我跟你講 那是那種爽感好不好 那爽感啊 這個你在坐在椅子上面的時候 你屁股上面就會有一圈這樣子啊 因為我正好在 念書的時候 正好 那個同學啊 也就是 喜歡穿垮褲 你知道嗎 不管褲子 你就是一定要拉到一半 這樣 然後我就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 但他們那時候就是覺得這樣很好看 所以他 我還真的被 被強迫他們試了一次 這樣 就穿他的褲子 然後他的褲子硬是要把你拉到 大概屁股半邊肉 對啊 但我就是一直不舒服 我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都沒有 沒有辦法學起來 對啊 好啦 繼續 呵呵呵呵呵 所以呢 所以 你要想我我是這樣子長大 然後我現在是去看到一個節目 竟然可以告訴我說 我那時候這麼喜歡這些嘻哈的音樂 我那時候 我國中的時候 每天那個放學都還要練街舞 你知道嗎 要練街舞 要聽hiphop 要練rap 這樣 那個 要練rap 對 像那種克里斯 那個Chris Cross 那個什麼惡人組 那些rap 我都會從頭到尾都會唸 你知道嗎 我會整個背起來 雖然英文很差 可是那時候念rap就會背了 你知道嗎 然後覺得說 然後這些 原來這些的由來是從disco來的 那時候其實我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就是很像 喔 原來是disco 其實應該不會特別的意外吧 因為音樂的演化本來就是 對啊 就是通常都會有互相有點關係 對啊 可是你知道那個disco跟kipop 其實 感覺起來差了很多了 對 感覺它是差很遠的 對啊 但是你看像rock跟藍調也差蠻多的 但是rock真的從藍調來 對啊 我覺得這個音樂還是有它神秘之處 有趣之處 上次觸凶不是彈鋼琴的時候 武神音階可以直接轉成藍調對不對 不是 武神音階可以變爵士 可以變爵士 很厲害 太神了 對啊 所以說真的 很有趣的 所以看這個主持人他非常用心的是 他就去找出這些人 然後去訪問他們 當然也會很有趣 他們 他們每一個都會很有自信的說 我就是那創始人 那這個 好啦 我稍微講 稍微提一下 因為它就是紀錄片 對 所以這紀錄片 它基本上它是用 又算是 告訴你說 hiphop 到底怎麼來 但是 但是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 眾說分語 因為它不是一個 它是一個很近的歷史 但是東西 hiphop 整個是一個文化 是一個慢慢 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們 他的做法是他回去 想說第一個做某件事的人 到底是什麼 哪裡開始 然後呢 這些東西其實是 口耳相傳 這真的很有趣 就是 我們現在對音樂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歷史紀錄 或是樂譜 什麼的 對不對 就第一個像什麼音樂之父 我們就知道是巴哈 對 從巴哈開始 有以前我們現在的 古典音樂的脈絡的開始 浪漫派是什麼時候開始 古典樂派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有 後面還有理論家 去把它做 做出一個 那個 每一個時代的 那個進展這樣子 但是呢 hiphop 因為它是街頭 一種街頭文化 所以其實它比較沒有 沒有這麼 這麼清楚的邏輯 所以他每次去 就只能去問說 聽說 哪邊 在幾十年前 有一個人 第一次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 然後他終於找到這個 他就只好先定義 他就先定義說 hiphop 幾個特徵 hiphop 特徵 就是他要有這種 這種磨唱片 這種轉唱片 這種接歌的這種 就是一首曲子接 另外一首曲子 這種串起來 這種 這種技巧 然後而且hiphop 一定要有人念 對不對 要人rap 要人rap 對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先定調說 好 那就要回去找 第一個開始用唱片 來接歌的人 或是第一個拿起麥克風 在唱歌之間 加入講話 到底是誰先開始 這麼多 可以透露一點 因為這真的還蠻有趣 因為我也有點意外 既然是這樣開始 因為他一開始 也是一樣 他說窮嘛 就在黑人的那個 什麼比較 貧民窟當中 因為他們沒有錢去那個 去Discord 的POP 就是Discord POP是那種 High Class 有錢的白人去玩 對 有錢白人建軍 那這些黑人呢 就很窮啊 就是沒有辦法 可是他們也是要需要娛樂的嘛 然後 於是呢 他們就會開始辦一些Party 就是在他們自己的那個 平民窟裡面 就是一個家裡面 然後可能就放音樂 這樣子 那可是呢 他們 也是有些人就開始想要 做一些跟 跟一些那個當時的流行音樂元素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就開始有人 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不放歌 他放歌的間奏的部分而已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放那個音樂 在唱副歌 我們唱完這首歌以後 然後中間會有一段 那個小小的音樂 對 然後就是那種一個一個轉場這樣 然後再讓人再唱一次這樣 那但是呢 他這個 他這個就是他會讓他 他就一直放那個間奏的部分 一直重複這樣 一直重複 然後 他就把很多歌的那個什麼 尖奏部分全部都一直拿出來 串 一個雜彙 然後 這音樂是大家從來都沒有特別想去過 所以他這個音樂 其實大家都沒聽過 然後 然後 Rap的開始我也覺得超好笑 喔這真的很老笑 對Rap真的很有趣 因為他 Rap一開始只是一種那種 呃 Party活動的一種 這完全是個意外 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現場會 真的是個意外 因為 根據他的說法 這是因為他們在他會在現場擺那個麥克風 然後那個麥克風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玩 你知道 放歌的人 他那裡有一支麥克風 會放在那裡 對 會放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他誰都可以去拿來玩 那一開始呢 只是 只是 只是有人 抓起麥克風說 誰誰誰誰誰誰 你家那個什麼 車子停在外面 趕快把他開走 這樣 之類的 然後還有誰誰誰誰誰 那個 那個誰誰誰 那個你媽媽來找你 那個趕快 那個不要 然後 因為是黑人 黑人他們講話就是會有一種奇妙的韻律節奏感 然後就有點在唱歌的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變成一種娛樂 就是大家就 就變成大家都很 因為 他說 有人講麥克風 然後突然間你的聲音大家都聽到了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嗨 這現在聽起來你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 對我們來說是已經 已經司空見慣了 我們 我們什麼123123麥克風測試 我們都已經聽到不要再聽了 可是在那個時代他們這樣講 其實很多人會很開心 說 那個你的聲音 你現在名人啊 你講麥克風 你那個聲音大家聽得到 他的意思是說 在那個時候啊 放音樂就是放音樂 你不會在音樂的進行當中 你還在那邊講話 那麥克風 對 不會這麼做 偏偏他們 他們他們黑人就是 那個講話說就是有一種 那個那個 就是有一種奇妙的韻律 就是他講話 其實本身是 是有那個節奏 音律節奏感 對 而且他有說他說 那個時候有些人他是 他就喜歡這種 他是喜歡講 有一些押韻 就故意講話 有一些押韻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用這種方式來講 所以那車子摩一下 那個 你媽媽在找你 趕快回家吃飯 對 然後 忽然跟那個音樂就合起來 你知道嗎 就跟音樂有搭到 然後在那邊 你叫車停外面 快點 就類似那種的 然後 後來就變成一種潮流 就大家會變成 那個麥克風變成一個表演項目 就是誰上去然後亂講話這樣 講得很好 就有點像是 我上去念一首打油詩之類的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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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韻律有到 然後給你鼓掌 有沒有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後來開始慢慢的演化 然後那個下面的一些舞群 就是可能因為 為什麼 講說他是從Disco變來 因為不論如何呢 去看Party就是要跳舞 對 那他們放這種東西 然後那個 他們就開始當時流行PT舞 對 所以你會發現Rap那個HipHop的那種舞蹈 就是從PT舞台 那種地板動作 BREAKING 他就說就是BREAKING 對啊 他甚至說BREAKING這個舞步 因為有在練舞的人就知道BREAKING 他現在我們都講他是某一種舞步 他說BREAKING 甚至他是說 當時他們在講 就是 促雄剛剛講那個尖奏一直重放 他們也說那個就是 其實他就是很像是一個 一個BREAK 就是一個曲子當中的一段 BREAK 所以在放那個尖奏的時候 就是 配合這個舞 所以變成BREAKING 所以現在為什麼講BREAKING 是那種舞步的名字 甚至是說那個時候這樣子來 很有趣 對 沒錯 那另外一個特徵就是接唱片 對不對 接唱片 接唱片他們也是 因為這些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 就是有些人是第一個開始放尖奏的人 然後有些人是第一個上去講麥克風的那個傢伙 然後或者是第一個決定要好好來接歌的人 因為他說每一首歌 有些人就開始在那邊鼓摸起來 欸這歌接得不好啊 聽就很多斷掉啊 都斷掉 那就突然間來 那時候我一定要想辦法讓這兩個 兩首歌接得很順這樣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研究這個 發現唱盤轉幾圈的時候 剛剛好可以接得到哪裡 他去研究這件事情 然後他開始 就是科學的角度 科學的角度 科學的角度 其實現在想起來蠻好笑 那也沒有那個 算是比較用比較數據化的方法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在黑人之間 在黑人族群裡面這樣子 就是很厲害 其實我可以了解他們為什麼 現在去訪問他們說 他們講起來都那種自豪 因為這些人其實都是從平民窟長大的人 就是他們的生活是 完成這種事情 對 他們是一個非常非常被人 一般人可能是瞧不起的 可是他們卻可以因為這樣 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是一個科學研究精神的人 我是一個突破傳統的人 我是一個創造者 我是一個發明家 可能連書都沒唸幾本 然後卻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是有邏輯有架構的 然後你看那個紀錄片在拍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路人路徑 那就是黑人文化 你知道嗎 訪問訪一訪 然後那個旁邊路人經過 Yo man I love you 然後就在那邊想 對然後跟你講說 就是他沒錯 他就是大師 你們就要找他 對就是他 這樣子還會這樣喔 然後回答 Yeah yeah I love you 然後就是 那個真的還蠻有趣 但是其實我在看的時候也覺得啊 是因為那個 拍著紀錄片的那個團隊 本身是黑人族群 你才可以這麼接近的 看到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如果是我 你跟我要去問這件事情 你可能會被 可能會被走 你知道 對 因為他們是很 他們是很團結的 但是他們是很內化的 他們其實是 你要講另外一個 他們很排外 他們其實是 他們只對他們自己的人 會會這樣 對 這也是蠻特別的 你就進去裡面看到了 黑人社區的那種另外一面 就是他們很自然很輕鬆的 因為今天如果你是 你去 我去 各種其他的白人去 你就會看到奇怪 你 他就絕對不會這樣對 對 對 我覺得啦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也 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裡面提到很多事情 其實也跟法 就是很非 就是有 跳脫法律道德 像他講說他 像這個 他那個接唱片的那個人 他基本上這個什麼 東西是撿那個零件 就是到處撿廢棄的零件去弄起來 然後其他 他裡面也提到說 其他人也想要學他的時候 所以手邊沒這道具 然後突然間有一次 聽 就是歷史事件 1980年代 某一天那個什麼 大停電 你知道 就是那個洛杉磯大停電 然後突然間 很多人一夜之間 全部都有器材 你知道嗎 大家都去偷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每個人都跑去樂器店偷東西 為什麼他們那時候 很想要唱盤 很想要擴大器什麼 都沒有 都很窮 玩不起 在那一天之後 突然間 就是他說 他講的很好笑 就是在那一天啊 過後 各種的那個團體 就是如 以後春筍般建立 大家都有器材 就是 全部都偷來的 但是我們都不問他 從哪裡來 我們都知道從哪裡來的 然後 那段真的蠻有趣 因為其實 你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 其實你真的是不清楚 但是呢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流行文化 現在我們是當紅炸子機啊 台灣也很 台灣也在紅啊 對不對 台灣也 HIPHOP也很紅 對呀 那台灣的HIPHOP 到底 我們的源頭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件事情 真的很有趣 對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從未看過的事情 就像之前我 其實我對這類的那個 東西其實都挺有興趣 因為我在以前 也是喜歡聽Rock 就是 搖滾 那還特別去找搖滾的紀錄片 事實上搖滾的紀錄片 其實還還蠻多的 你知道他們會去很嚴謹的 分各種分門別類 對 但是你看HIPHOP 還真不容易 有那個交 就是把這種事情來龍去我講一講 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因為這個團隊是黑人 不然的話我覺得 他們一定不會分享這些東西的 對 而且他們才有辦法找到這些人脈 去問到這些人頭 對 這個是我覺得 Netflix 定Netflix 一個很很棒的東西 就是 他就是那個什麼 嘻哈演化史 一記大概只有六 應該五到六集左右 我沒有特別注意 大概六集左右 然後每一集都大概都是一個十年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個年代 然後當時發生什麼演變 然後接下來後來又改變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同時他會講一些黑人幫派之間的事情 因為HIPHOP是一種文化 他不只是音樂而已 他還同時那個什麼 有 有影響到他們當地的文化 就是那些幫派 就是可能因為HIPHOP本身 然後改變他們的那個結構 跟他們的那個 一些那種 處事理念之類的 對 這個是這個系列真的很有趣 我覺得 還蠻推薦大家去弄來看 如果你們有那個Netflix的話 對當然 他奪走四集 一台五十分鐘左右 對 當然坦白說賣相不會是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看到第一眼 你不會特別想去看 對 但是呢 你點進去以後 你就欲罷不能 真的還蠻好看 你會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OK 這是紀錄片的部分 嘻哈演化史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哦 遊戲 有一個孩子 你一直叫他母親 跟他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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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